这个婴儿刚出生就把他爸的手指掰断了 更离谱的是 他从小就长了一撮胡子 怎么看怎么奇怪 他爸刚给他剃掉 结果没几分钟又重新长了出来 父母带他去医院检查 可医生说除了胡子有问题 其他都非常健康 结果小不掉一抬脚就把医生给踢飞了 小帅上学之后更是发现了其他超能力 为了考出好成绩 他集中注意力发现能看到答案 结果用力过猛 把同学的试卷给点燃了 足球比赛的时候 他直接一个人带球转移到球门前 一脚就把球和守门员踢出几百米远 他也因此成为了同学们眼中的异类 既然男同学不和他玩 他就跑去对女同学献殷勤 结果秋千还在 人没了 父亲告诫他 在别人面前一定要低调 不要展示自己的超能力 要像普通人一样 小帅一听 只好孝顺地帮父母关好车门 不难看出 这几年父亲活得也挺不容易的 这天是小帅的生日 却没有一个朋友来 最后他许些愿望 一定要做一个普通人 转眼间他已经二十岁了 成为了一个不扯不扣的废柴 这天上班 眼看就要迟到了 他便利用超能力 迅速完成洗漱穿衣 然后闪现到公司 赶在老板来的前一秒 稳稳当当地坐在了工位上 愿意为生活会一直平淡下去 结果学生时代暗恋的女神 来他的公司面试了 小帅热情地邀请女神 共进晚餐 吃到一半 进来了几个小混混 女神脾气也是挺大的 气冲冲地朝对方走了过去 要对方小声点 还让小帅教训他们 可小帅只想做一个普通人 一下子就被混混推倒在地 女神很失望 直接把他晾在了地铁站 就在他发呆的时候 意外却突然来临 这个男人不想活了 直接跳进了地铁轨道 他以极快的速度冲到了下一站 准备截停地铁 但没想到车速太快 不仅没拦住 还把司机给吓傻了 眼看就要车毁人亡 小帅立马加速跑到终点站 打碎消防箱取出水袋 围着两根柱子 缠了好几圈 为了保险起见 他还站在前面 试展超能力 还好水袋成功地拦住了地铁 可水袋质量太好 又把地铁弹了回去 不管怎么样 乘客们至少是安全了 小帅抢了点红帽子 就六支大吉 不料正是因为这次救人 让他的身份彻底暴露 他被一家科技公司的女老板盯上 这一天 他正在公交车上 耳朵里突然传来了女老板的声音 他正在用隔空传音 让小帅去找他 一见面 女人就告诉他 我们都是来自外星球 必须马上回去 小帅听完一脸懵 转身就想走 却遭到了黑衣人的拦截 好在小帅用自己的超能力 将黑衣人一个个击退 最后成功逃脱 回到家后 小帅开始质问父母 自己到底从哪里来 眼看瞒不住了 父母带他来到了仓库 给他展示了当初带他来的飞船 母亲在飞船里 找到了一块破布 随便捡了捡 就给他做了一身超人战衣 并让他上楼顶练习飞行 小帅学了超人的样子 往前一跃 结果摔了一个狗吃屎 迎面走来三个小孩 对方向他比出国际友好手势 小帅也回敬了一个 没想到 就是这个手势 让他发现了新技能 天空出现了一个巨大飞船 所有人都惊讶地抬头 这时 飞船打开舱门 一道光射了下来 这时 科技公司的女老板 从飞船上下来 她想带小帅 回到自己的星球 小帅自然是不同意的 女老板一变脸 知道来闻的不行 只能来捂的 只见她按下座位上的按钮 座位瞬间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机器人 老爸举起猎枪 朝着机器人 直接开枪打了过去 此时 机器人的手 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吸尘器 小帅想要拽住老爸 但吸尘器的力量 却越来越大 小帅的手一划 老爸就被吸了进去 看来 这个机器人还真有两把刷子 小帅想去救老爸 不过 他也是不自量力 一拳就被放倒在地了 机器人抓起小帅 直接一个风火轮 把他扔到了足球比赛的现场 他顺手拿走足球网 想用网去抓机器人 结果一扔 就把老妈给套住了 机器人又借机 把他老爸也吸了进去 这下好了 两夫妻团聚了 小帅愤怒的飞到他的面前 结果又一巴掌被拍到了地上 机器人抬起右脚 就压了上去 脊脚踹下去 还不解气 准备对小帅痛下杀手 关键时刻 女神开车赶来 吸引机器人的注意力 这时 小帅也醒了过来 一把拽掉了机器人的手 可是一拳打过去 那玻璃是中国制造的 最后没办法 小帅朝着机器人 吹了一口凉气 机器人瞬间结冰 然后轻轻一推 就掉进了泳池里 这下算是彻底的报废了 最终 所有人都成功获救 女老板则被小帅绑起来 送回了他所在的星球上 小帅换上超人的衣服 留在地球 继续维护正义 好的 这里是悟空闹电影 我们下次见